嗨 大家好 我是韻語 歡迎回來開機店 今天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開場場景 就是到我們要來拍一些比較特別的企劃 但是呢今天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想要帶著大家一起實測某一項產品 不過待會呢大家慢慢看影片就會知道 但是呢今天的企劃我想要做一個 就是我平常假日也很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開著車然後去美食採點 如果有比較關注我的人可能會知道說 我就是其實還蠻愛吃的 然後也蠻會吃的 那我以前有個小綽號叫做 遠圓 可以放上我以前就是非常圓滾滾的照片 小時候其實就挺會吃的 他長大就是有瘦下來好一點 但是呢我還是非常愛吃 所以我平時呢很喜歡做的假日活動就是 去蒐集很多我的美食名單然後去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但是第一家呢會是由我的新編導先推薦 我想說既然有新同事 我就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口味怎麼樣味蕾怎麼樣 知道他有沒有品味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好嗎 如果他推薦的東西很難吃 那我們就這個 不過今天呢就是會推薦三家我們的口袋名單給大家 那主要呢其實還是要實測一下很重要的產品 想要帶著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做測試 那影片看到最後呢我們會有一個抽獎的活動 其實會抽出很棒很棒的產品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 然後再來參加抽獎好嗎 那我們就先去第一家去探路吧 那我們就先去第一家去探路吧 紅心甜品 蜂蜜變色 蜂蜜變色 哇塞 這個最好夠子的好事喔 它下車要衝了 好恐怖 等一下 OK 你看我的雨傘又多 好笑 啊啊 我們導演推薦的 他這個冰很特別耶 是這樣一片一片的 你說叫雪片冰嗎 雪片冰 料在下面 這到底是什麼徵兆呢 好囉 那我們來吃吃一下 欸 這好吃的 很貴是不是 這個 好 先鏡頭拍一下 這個昏桂好吃耶 因為我本來就蠻喜歡吃 老天爺在告訴你不要再吃了 我本來就喜歡吃昏桂的人 然後他跟我們普遍看到那種黃色的昏桂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黑糖口味的 然後他的黑糖味不會太甜 但是又非常的香 昏桂很Q 口感很好 嗯 嗯 好 配 啊 那我就出發前往下一家囉 好的現在大概剩五分鐘 等一下帶大家去吃的呢 這個店如其名菜如其名 社子島低辣都敢說低辣 如果不夠辣那真的是笑死他對不對 怎麼敢這樣自稱呢 所以是非常非常辣 這家店的一個特色呢 就是也非常的Local 他其實一開始應該是那種小吃攤 所以他現在的店呢 其實也可以看到是一個小吃攤 然後呢有一個座位 但很熱 然後呢他有三款辣醬 大家都可以來嘗試一下 最辣的呢跟大家說是透明的這一罐 建議一開始吃就是大概一兩滴就好了 可以先試試看 這個呢完全就是只有一個香味 然後再來這個小罐呢就是小辣 然後我們就 我大概可以一個一兩滴吧 應該是可以的 我今天點了麵線跟肉丸 我覺得它肉丸還不錯吃 但是我必須說 因為這叫我來吃過了嘛 我覺得它的辣完全就是 讓它有更上一個層次的感覺 不然肉丸其實 基本上就是普通的肉丸 但是你可以專門為它的這個辣醬來吃 然後麵線呢是我今天第一次吃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料看起來還蠻簡單的 沒有很多料 有沒有 然後是比較偏俗的那一種 就是辣非常的好吃 那它有一個甜不辣我也蠻推薦的 然後甜不辣呢是 最爽的是你吃完甜不辣之後 你可以去跟它要加湯 然後呢 它就可以變成那種 很辣很辣的辣湯 完食 超熱 趕快上車 吃完一個大噴汗超熱 然後我們還去吃就是這麼辣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還有第三家要去 那麼看到這邊 不曉得大家會不會覺得就是 很有趣 怎麼會一台車裝了三個 車載的無線充電支架 那沒有錯今天呢我們要幫大家實測的產品呢 就是ESRE色 那如果大家有在關注就是3C科技的話 其實對他們家品牌應該也蠻陌陌生的 像他們有iPad保護殼啦 或手機的保護殼等等 都是他們家比較知名的一個產品 而且一大特色就是相對的 平價跟便宜 那今天呢像我現在手上用的呢 也是他們家的一個保護殼 幫大家就是測試了三款不同的樣式的支架 那首先呢其實比較常見 就像這種出風口形式的一個支架 另外就是還有在儀錶版的支架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天鵝錦的支架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裝在左手邊 那我們先來講天鵝錦的支架好了 其實它三款的支架呢除了樣式不同之外 其實在前面的充電板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方方的這塊呢 其實都是相同的 那它有幾個特色 它我覺得相對其他款的市面上支架 體積算是蠻小蠻精緻的 那它的特色是它可以360度的一個旋轉 那包括它後面呢其實使用的是一個 17mm的一個球窩的接頭 所以其實啊我很方便的 例如說我現在把它拆下來 它可以直接拆卸 那當然如果你在你的車上 有你常使用的一個車架你很習慣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通用款 所以你接上去其實就可以使用了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蠻方便的去變換你的角度 因為我覺得在車架這個事情啊 每一個人開的車都不同 每一個人使用的習慣方式也不同 所以找到適合你 合適你的角度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 那像今天呢 這個儀表板車架 我們把它架在這邊 那我在行車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很方便的 調整我的視角跟視野 那像這個儀表板車架呢 它也有不同的方式 例如說我們現在是把它貼在儀表板上面 那它有兩段 這邊兩段可以做一個調整 就是非常非常多角度 基本上我覺得你非常的容易呢 去調整到就是你自己適合的角度 那當然也有人是把它反著貼貼 貼在擋風玻璃上 其實都是可以使用的 再來呢 就是天鵝景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比較特殊一點點 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有點是下槌式的設計 有著天鵝的景往下 假設你今天你的這個出風口 是不好去夾取的 像是葉片的造型比較特殊啊等等 但是你有一個比較平整的一個儀表板的話 那它就可以這樣貼 所以好處是你就不會擋到你的視線 像我們現在把它貼上去 就不會擋到視線 而且剛好像我們今天車上的這個位置 它也可以多多少少在冷氣出風口前 所以你在充電的時候呢 你還是可以有冷氣的一個溫度 然後去幫它做降溫 也不會那麼容易的發燙 那一樣呢 它在天鵝景部的位置呢 也可以做一個260度的變換 基本上就是升降一個高度啦 但是呢你在前面的這個充電板 還是可以360度非常有空間的 可以去調整你的手機 再來我們看到就是比較常見的 像是冷氣出風口的車夾 那一樣呢我們是把它夾在出風口的葉片 因為我們這個葉片蠻基本的就是 細細長長的葉片款 所以很好就夾住了 但是呢它有一個比較小小的設計 是它有一個像是支撐臂的一個小設計 可以頂住呢 像我們現在這個儀表台這樣 所以讓它非常的穩固 那我看到真的是蠻穩固 那再來呢大家一定會關心 無線充電有好處嘛 尤其是磁吸式 然後又搭配像是他們的手機殼 這個是Makesafe的一個手機殼 它的好處就是呢你一吸上去啊 磁力超強 那官方數據就是說1400克 我覺得這大家很難去感受 我們實際用畫面 我真的有點大力喔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樣拔起來的時候 真的是需要有一點力氣的 其實磁力是非常非常的強 那我們今天行路啊或是一整天 有的時候女生可能手忙腳亂 不小心撥到手機 我真的是 其實我要非常非常大力去撥它 已經到有點這種進步 它才會掉下來 磁吸力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基本上啊當然是使用他們家的一個保護殼 搭配他們的磁吸的車載充電呢 這樣整個使用體驗會是最好的 因為吸力也很強 那假設今天 例如說我有我自己喜歡的保護殼 上面可能有消滅人魚的圖案 或是其他的圖案 它就只是一個普通的保護殼 但是我這樣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用這個車架了 其實沒有 他們有出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產品 叫做引磁環 它其實呢 是一個蠻有質感跟分量的一個算是磁力貼 那它就可以貼在 例如說像是塑膠軟膠 或是那種清水膜的那種保護殼 你不要是皮革啊 或是比較特殊的材質 基本上都是可以貼的 那你要貼在保護殼的外面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還有附一個貼環神器 讓你去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定位 像是iPhone 11啊到X10s等等 甚至是三星的手機S22系列S21都可以貼 那貼上去之後呢 其實基本上你一個普通的幾百塊 七八十塊的那種普通的保護殼 你貼上去其實基本上也可以做一個磁吸式充電 而且吸力也是蠻好的 像我們有用iPhone 11來進行測試 不過今天介紹的三款車架產品呢 基本上它還是有說明說 比較適用的產品是iPhone 12跟iPhone 13系列 那你看它特別針對其實就是這兩款 目前這兩款的一個iPhone手機的設定 因為呢它的剛好的尺寸 就會貼合你手機的大小 所以啊其實基本上你一眼這樣望過去啊 你整個的視覺其實是很好的 有些車架是例如說這邊還有架子啦 或是上下還有架子啦 那你拔下來的時候 也會一個架子醜醜的在那邊 像我自己很喜歡我一眼望過去 我的車內其實就是很整潔很乾淨 那這也是我蠻喜歡的一點 最後呢我們還有最後一家的美食 只要帶大家去吃那最後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剛好選了三個點 特別帶大家出來繞一圈 如果我們在外面使用一整天的這個 無線充電車架那充電的速度會不會發燙等等 我們最後呢吃完最後一家都會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先上路吧 這家雞湯麵厲害 它是蕎麥麵的麵條 應該很少吃到雞 就是湯麵但是就是蕎麥麵的麵條 然後這個店是 就是我久久一次都會一直很想回來吃 但是它的地址有換了 我們來試試看味道還一不一樣 今天經過一整天的奔波然後淋雨 可以來一碗熱湯 很舒服 那它是蕎麥麵所以就很Q 那它其實是很家常的那種口味 就是 有點像是可能你媽媽或家裡會煮出來的一個味道 就是很難使用 你會覺得久久就很想回來試一次 那它的小菜也都非常好吃 像就是 滷蛋白啦 然後 其實各種都蠻好吃的 那它是偏 像清淡的口味 所以像其實你可以再點它的 豬排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放在湯裡然後一起吃 但是我真的最喜歡的就是它是這種 蕎麥麵底 就很特別 外面蠻少吃到蕎麥麵底的湯麵 我覺得味道是一模一樣 他們說他們只是換電子 所以喜歡的人還是可以來吃 完食 OK 幫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完成了我們今天一整天的美食材點 三間店呢我都很喜歡 那希望大家也會喜歡我們今天分享的口袋名單 那最主要為什麼會想要規劃這個彩點呢 也是想要讓大家很實際的來感受 如果今天我們外出一整天不管出遊啊等等 或出去吃飯 一整天使用這些車架的感受是如何 那我們今天包括了像是出風口的 儀表板上的 然後還有這種天鵝警示的 都有幫大家測試 那三個不同的ABC三點呢 也有不同的路段 然後跟時間還有充電方式等等 我們也附上了我們的充電實測 還有溫控的表現 我們用測溫槍去做實測 基本上呢三段的平均溫度最高 大概來到40度左右 然後儀表板的這一段充電呢 它的速率會是最慢的 因為那時候手機溫度會相對也比較高 所以就算接近40分鐘左右的車程呢 那充電大概只有4%左右 其他呢 接近40到50分鐘的車程 因為今天就是下暴雨 然後原本預估可能 20分鐘到30分鐘的車程都開了比較久 但是手機充電可以有10到15%的表現 我覺得表現其實算是相對OK的 而且呢今天我大概有 六成不到的電力出門使用 那一直到最後到晚上 其實手機目前都還有70-80%的一個電力 所以你模擬一整天的這個使用情境下來 我覺得是很OK的 關於像是這種手機車架的選擇啊 給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我大概會挑選會在意什麼點呢 我可能目前個人最喜歡的還是會是這種 磁吸充電的無線版 因為我覺得它擺上去就是最乾淨最整潔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我的車子 起碼看過去 喔就乾乾淨淨淨淨淨淨淨的 它不會有很大的架子啊 很突出的外框啊等等 那再加上我每次上下車都會很方便 就馬上吸上去 因為我覺得可能女生開車我啦 我是一個還蠻仰賴導航的人 那我也會剛開始上路的時候會比較緊張 所以假設呢我上路可以很優雅的 把手機就放上去 調整好然後導航好 然後就安心上路 然後上路也比較安全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比較在意會考量的點 長期使用下來我覺得有些小缺點的地方 它旁邊這邊啊有一個算是矽膠環的地方 它會相對有點讓它止滑 就是比較穩固 但是呢也是比較容易卡成一點點 所以你長期使用下來可能還是要 稍微做清潔 我覺得這難免啊 那再來就是呢其實這一款啊 它真的還是比較專注也是鎖定 就是iPhone 12 iPhone 13的一個族群 所以它也蠻挑選的 例如說你今天用安卓的用戶呢 不是說不能用 但是你可能就要去思考說 欸可不可以搭配影遲緩拉 那有沒有MakeSafe相容的一個殼拉來做使用 所以我覺得它在挑選上其實算是蠻受限的 也算是它的小小缺點之一 那當然最好的搭配使用方式就是保護殼 再配上他們的車充 我覺得就是整個使用體驗其實是還蠻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呢你也喜歡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美食採點或是覺得我可以多做一些美食的議題的話 麻煩大家在努力下面敲碗 這樣我就可以出來拍片 然後又做一些 在這邊吃這樣 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我就會越來越圓 越來越肥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的企劃的話 記得要在下方幫我們留言 那我是韻韻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公布我們的抽獎辦法 首先當然是按讚本支影片 還有訂閱Visa開機店頻道 那在下方留言 你想要ESR異色的儀錶板出風口 還是天鵝井什麼樣的支架 那為什麼原因呢 那我們會在9月15號的時候 中午12點截止留言 然後會抽出總共會有6位的觀眾 可以獲得不同的支架 也慶祝頻道正式3萬訂閱了 這就是很不容易 那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頻道一定會繼續努力 那我是韻魚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